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荣言醉词经常会怎么样的发生呢 第一就是逐词重复了 譬如说这里有个句子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那我觉得自己好寂寞 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这个句子里面 短短的这么十几个字里面 我自己就出现了两次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改成 我一个人在家好寂寞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语词重复 那就是把相似的意思的语词呢 不断的一直重复 例如考试满江红 我接二连三被挨骂 其实被骂挨骂 被跟挨意思是一样的 或者是呢 天公如此这般的未来 如此这般 不是也是一样意思吗 其实这些都是重复了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西话句法 那由于受到西方翻译文学的影响 我们经常有这个西式中文的现象 例如高兴到不行 那高兴到不行 其实这个也不是中文里头的句型 应该是想成非常高兴即可 那接下来呢 班级这个整洁比赛 我们班得了最后一名的名次 老师叫我们做一番反省的动作 好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有两个错误 第一个就是最后一名的名次 其实最后一名即可 再来呢 做一番反省的动作 其实好好反省 我们经常在看到主播 经常也会这样说 做什么的动作 譬如说警方做一个攻坚的动作 像这种句型都是错的 其实我们只要说警方攻坚即可了 这些都是因为虚化句法 而造成的一个错误 好第四个呢 是口语化的现象 那例如呢 我的好朋友呢 对我最好了 所以每天呢 吹包子给我吃 各位同学都可以理解 这个地方 这个吹包子 其实就把一些方言的句子用进来 其实这个吹就是真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就是把口语的部分 把它加进来 就显得有点这个拖沓 啰嗦 其实是不好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经常会说 老师很机车 一点都不了解学生 那这个机车 我们不太知道 这个老师到底是霸道呢 还是古板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讨人厌呢 等等 那这些都还是语意不是够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机车改成 譬如说假设你要说老师很古板 那你就直接用古板吧 这些都是口语化所犯的一个错误 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火星文 那么火星文呢 也会造成我们在解读上的问题 譬如说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他把他生气的时候 他就用了一个火星文来表达 那或者说偶气的要命 这个地方偶啊的啊 这个地方都不是原来中文的一个字形 所以都是错误的 或者是说呢 见宗红堂报兵呢 粉不错吃底 那这种其实在都是属于网路语言 其实我们只要讲很可口即可了 像这些都是火星文的一个状况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避免勿用词语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量词 譬如说这边提到说一轮星月 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月怎么可能是轮呢 星月是弯对不对 那一朵余晖也很怪 一抹余晖才对 这个地方都是这个量词的这个问题 或者大家在文章里面经常都是各各各 什么都是一个 那基本上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运用到正确的量词 那第二个部分是谈 要正确运用的连接词 把连接词使用好了 其实文章的文艺也比较流畅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谈到什么 要正确使用成语 例如这边 所谓三人成虎并不是表示说 三个朋友就很多朋友的意思 而是指鸡飞成事 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使用这样的句子说 属于说三人成虎 所以朋友很多 真的很重要 当然是错误的 另外也有一些成语要注意它是负面的意思 例如庆竹难书 或者是以警校游 它们都属于负面的词语 我们不能用在正面的地方 那这个是属于正确的成语的使用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避免不合逻辑的一些句型 第一个会发生这个不合逻辑的问题都是与序不当 例如我们来看看 这边说到博物馆展出唐朝时期新出土的唐三彩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 到底是这个唐三彩是唐朝的时候出土的还是现在 所以我们应该把句型稍微调动一下次序 变成博物馆展出了新出土的唐朝时期的唐三彩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句型 也比较合逾逻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它讲的是搭配不当 那什么是搭配不当呢 就是你的主语跟你的这个一些兵语 他们的一些状况是不合逻辑的 譬如说春风一阵吹来 月光跟树影一起晃动了起来 发出沙沙声 请问月光跟树影 这边树影当然发出沙沙声是可理的 可是大家想想月光可以发出沙沙的声响吗 这个地方一看就知道 它如果把它连在一起用 当然是一种搭配不当的做法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是成分有残缺的状况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对于那些无视于交通规则的人 难道不应该受到责备吗 大家看到这个句型就会发现这个句子没有主语 那为什么因为你加了对语就把这个主语的位置给怎么样去掉了 所以这个句子很简单就把对语拿掉 把那个原来的主语无视交通规则的人呢 重新变成一个主语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成分残缺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不合逻辑的状况 是属于结构混乱 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意思呢可以使用不同的格式 但是呢你如果把两个格式把它混用的时候 就会发现有些问题了 譬如说这个地方它说 止咳曲痰片 它的成分呢 如果我们正确句子的话应该是 它的成分呢是远至极梗 贝母以及怎么样 氯化胺 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句型就变成是 止咳曲痰片 它是由远至极梗贝母以及氯化胺等 这个所谓组合而成配置而成 它就把两个句型把它混用 混用的时候你反而会感觉上有一些啰嗦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还原成一个句型 大概就可以了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 这个不合逻辑地方第五项就是表意不明 譬如说这边说到桌上放了许多朋友送来的礼物 我们这边会有疑惑 到底是这个礼物是一项礼物 有许多朋友共同送的 还是很多礼物 是由很多朋友分别送的 那其实就是意义不够明确了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了 第六还有前后有情境矛盾的状况 例如呢这个汽车在蜿蜒的山道上 即使 对不起 这个是蜿蜒跟急旋的剑是走直行 这个基本上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也是不合逻辑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不合逻辑地方还有第七就是双重否定 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了 譬如说我无时无刻在想你 这个句子是有点问题的 这变成不想你了 其实要改成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 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第八项 当我们在引用这个代词的时候也要注意 加了引号跟没有加引号 他的你我他也要注意他的正确性 譬如说这个地方 妈妈见我都不协助做家事 变生气的说将来我结婚的时候 叫你爸爸给我请飞庸 这个地方有问题吧 这个妈妈没开二度 还要爸爸奉送飞庸 那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吗 他本来是要写妈妈在骂他的句子 可是他直接使用妈妈的句子的时候 应该要还原原来妈妈的口气 所以应该是将来你结婚的时候 叫你爸爸给你请飞庸 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句型 所以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一些问题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语言 我们要尽量避免口语化 因为口语化句子比较直接简单随意 没有组织 所以他通常都会比较松散 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做一些练习 比如说你自己拟一个口语化句子 然后你再加以美化 其实你的句型就会越来越好 好就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这个同学说 刚刚上完果温课 我可以怎么样让他比较活泼一点呢 比如说他说 结束了静音 在这个诗词甜味 以及写作香气里头的50分钟 是不是就比较有趣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的肚子好痛 他有没有比较美化的说法呢 即使这么一样一个比较我们觉得比较不入流的东西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写得很有趣 他说 蹲距在由白色的瓷砖所构成的这个小空间里 无法逃脱命运的玩弄 所以腹腔内恶魔跟天使交战 我不在意输赢 对不起 我只要和平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在厕所里非常的挣扎 接着我们来看 一个人他很想出去玩 那他是不是可以说 他好像毛毛虫急着想破茧而出 也像花朵急于迎风绽放 也像冬眠春天急于融化最后一点积雪 你看当他用这样句子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有趣味一点呢 好最后他说 我好想出去玩 其实当然写的还不错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句子的美化的时候 要注意了 消极的话就避免口语化句子 积极当然就是尽量撰学文学性的语言 当然文学性的语言 我们会另张来做一些探讨 好那我们今天 让大家了解说 句子有很多的一些错误 那你学会了吗 好那记得 不要再使用一些错误的句型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作文教室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本期字幕 tutinhas 葡萄 最后 name 两个 possível 对 在这边 呢 谁 罢 ris Breakfast